一个故事一部童话,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提起美好的爱情,大家往往都是先想到成功人士事业爱情双方收的样子 可是作为一个表情,如何才能跟有特色的爱情呢? 小小的店铺里,男孩阿布正在做章鱼小丸子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些美贵的小丸子一个个的翻面经熟 阿布已经做了许久的章鱼小丸子,他的工作单一且枯燥 其实,他的内心也可无法改变着乏惠的生活 做好章鱼小丸子以后,阿布打包好他们,却从挖带 一路上总有人对他祖布拉几的造型倾其思议 不过跟阿布呆着的表情就知道他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就在等红灯的时候,阿布看到路对面有一个长得像甜美可爱的女孩 他看的眼睛都直了,仿佛看到了女孩身前比金鸣化身为爱神丘比特 而那代表爱意的剑则稳稳地射在了他的脑门上 下一秒,他就看到了女孩和身边的一个男孩有说有笑 暗恋对象仿佛是铭花有主,这可真是让人体丧 阿布急着头向前走,不小心把一门让你小丸子掉落在地上 对面的女孩不小心踩到了丸子,直直地向地面贴数 说时区又时快,阿布迅速地扔掉了手中的丸子,接住了女孩 转而干架的是,他的手恰好摸到了女孩的孙骨 然后他的脸上就剁了一道象征爱意的红红掌剑 阿布带着八掌剑回到了地里,他需要把撒掉的小丸子重新做出来 突然,女孩走了进来,阿布不是顺差地把最好的丸子剃给了女孩 不过冥冥中,他仿佛听到女孩说,那个男孩是我哥 故事戛然而止,但仗与小哥阿布的爱情,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然来临了 爱心有时候就是这样突然,仿佛他就在路的戏斩脚 又仿佛他与女孩隔了一个红绿灯 所以我们要永远相信,总有一个美好优秀的人在路的前方等待着我们了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